究竟怎樣分辨自己的小朋友有沒有自閉症呢? 以下就有七個步驟 第一個,自閉症其實是什麼? 第二個,有什麼方法評估自己的小朋友? 第三個,小朋友什麼年紀去跟進是最關鍵的? 第四個,如果證實了有這個毛病 應該怎樣處理是最好呢? 第五個,深入了解怎樣去醫治? 第六個,個案分享 第七個,終極家長自我評估的小貼士 你們一定要看 我今天請了我的好朋友Emma 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她是這件事的專家 Emma,你說吧 先解答你第一個問題 不如是自閉症是什麼? 其實你說自閉症有五個範疇 加上可以看的 第一個就是語言 可能他們會比同齡一般遲些說話 或者說話的語調有點奇怪 有些會形容說話好像機械人一樣 沒有flaturation 沒有高低起乏 我今天吃了飯了 也有些是發音有些奇怪 你可以當作說話可能是黏著一塊一撐 聽不清楚 我今天吃了飯了 會這樣拿起來 對,發音可能不夠純正 又或者可能聽得不夠清楚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語言 第二件事 很多人都會關注到 就是他們社交的問題 但其實很少朋友 嬰兒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你會以為 社交是不是很大 才開始有社交 其實不是 例如嬰兒很小的時候 他會懂得指東西 例如我黏著你這杯 代表我想喝 想喝 但自閉症的小朋友 一般就不懂得用這些渠道 還有可能是眼神接觸 很多人都說到他們不忘人 甚至是很害怕 閃閃縮縮縮 這些都是一些症狀 第三類我們可以歸納到一些行為的問題 就是一些重複性的東西 例如他喜歡玩的車 不停轉的車 不停轉不停轉 全日這樣玩 對,你如果給他 他可以喜歡的 全日不停地做那件事 重複性行為 有些我們叫做自我刺激性行為 很多時候拍戲的時候 都會 highlight 了這個重點 例如可能會摻手 摻頭 發出一些怪聲 那些 最後就是一些固執性行為 固執性行為 有些小朋友 我曾經有個個案 就是他只喜歡搭地鐵的某一條圓線 很煩 你永遠都只去到油麻地的線 其他地方去不到 因為他不搭其他交通 他不會搭 不可以 你逼他 他會跟你發瘋 扭手扭手扭手 是很重要的 大過還是小過的 如果你不小過 及早去處理這些固執性行為 其實他不會自己補充 即他小過都很固執 其實一直這樣固執下去 對 如果你不早點去訓練 就會一直帶到他這樣固執 明白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去評估自己的小朋友 有的 在這一方面 有的 家長這樣聽很多人都會說 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小朋友是 其實如果你Google 他有一個叫做MCHAT M M M for mouth C-H-A-T 其實他不是專業人士 他真的給一些教師 甚至是一些家長 他會用一些問題的形式 例如我們小朋友 會不會用手指指 多少歲了 會不會發單音 會不會 原來這樣填 他有一個計分表 你去到某一個分 他就會建議你的小朋友 如果有這個分 你就要去找GYM的圖片 在Google可以找到 可以在Google找到 這個圖片 那真的有幾歲 其實是幾歲 才一定要懂得發音 還是怎樣 有說的 其實你要當是二十四個月之前 基本上是要懂得講 一些基本的詞語 媽媽 或者一些自己的表達能力 都要懂得 這樣嗎 是 但填完之後 那怎麼辦 其實他只是有個List 給你看到 有些家長很糾結 究竟我用不需要給小朋友 去做一些專業評估 不過其實香港算好的 香港因為你會去 武衣健康院 和武衣健康院 或者衛生署 其實那些姑娘 會和你做到一個初步的評估 他們會再轉介你 可能去精神科 或者跟你說 可能你也是做一個自閉症的評估 或者自力測試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其實香港政府第一關 他都有幫某部份的家長做到 但當然可能有些家長 會覺得 例如派回到家 見到小朋友 好像和其他小朋友出入 或者可能有些 就會回到一些play group 或者一些幼稚園 老師呢 如果夠坦白 都可能會暗示 或者明示 告訴你 都是帶小朋友去做評估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那些老師會察覺什麼位置 通常是社交方面 其實最容易講得出 他躲在一邊 或者是同齡的小朋友 可能會埋堆玩的 他特別玩得不同 例如說 可能每個人玩車 玩得好好的 上上下下 他就躲在一邊 轉個輪子 那你就會覺得 有些奇奇怪 都會跟媽媽說一下 我接觸那個人 都會暗示一下 或者可能會說 其他小朋友 可能都會跟別人聊聊天 或者會認一下人 我見你的小朋友 就沒什麼怎樣認人 其實我覺得 家長又不敢太直接告訴你 你的小朋友有自閉 你快點去做評估 通常透過這些方式 都會暗示一下給父母 暗示好像不夠直接 但我又明白老師的 standpoint 例如說得罪家長 都不要受 可能有些家長會很傷心 聽到 為何突然說我兒子是閉 所以通常都 我見過的個案 通常都是 老師暗示一下 好了 那真的 譬如 察覺自己的小朋友 好像有些 有沒有說多少歲 其實是最關鍵的 有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治療的 黃金期 三歲到六歲 為什麼這麼關鍵 其實不是我講的 是臨床實症去講的 你如果在這個黃金期製造的治療 它的功效、成效和轉變 是多一倍 一倍? 一倍 即是如果你過了六歲之後 無論你是擺相同的時間 相同的intensity 即是你的時數 或者有一樣這麼具經驗的治療師 跟你做 功效都會減一半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家長現家 很多提倡都是說黃金期 黃金期 總之是黃金期那段時間 是的 但我之前聽你說過 黃金期有時候去排一些 是很久的 是的 你可以多說一些 我和你滲透過 假設你兩歲半年 你可以做評估 但其實政府的資源 的確不是很足夠 評估一個小朋友 最快都要排一年 差不多 你想想你兩歲做評估 你排得來都三歲 是嗎 那三歲原來你開始做評估 其實都是很慢 甚至最快的 有些可能是兩年三年 你錯過了時間 近來的市場是怎樣 兩年還是三年 現在 你保守計兩年 保守計兩年 我聽最快的都是一年半 已經算是很幸運 媽媽已經哭了 我等到位了 如果真的覺得自己的小朋友 有這些毛病 那怎樣去做好呢 你有沒有可以教一下家長 第一件事 當你做了一個評估 那位醫生 或者是一些臨床心理學家 應該都會有一個報告 他欠了什麼 他是不是確實是自閉症 又或者有些是marginal 然後你就要找一些相應的治療給他 我自己做行為治療 其實我覺得做行為治療比較全面 他真的做語言 社交行為問題 其實都會涉獵到 可能家長會做不同的research 看看有沒有哪些機構 其實外面都有機構做行為治療 也有很多其他人 不一定說我只買花棧花香 這樣做行為治療 也有語言治療 政府也會推薦OT occupational therapy 其實都有治療 最重要的是 你做完評估之後 不要停下來 就不做其他事情 你盡快就在一個時間裏 找一個最適合的治療給小朋友 那行為治療 可不可以具體一點點 我不太清楚 行為治療 是 是 其實我們是一個有效的教學模式 我們當作是 我講到語言 語言會教什麼呢 其實可能我們剛才說的發音 不肯說話 或者可能自閉症的小朋友 有些媽媽說她懂得說話 明明她自己在這裏 這裏說很多話 但她就是不同人說話 我們行為治療有很多話 就是在說怎樣能夠令到她有一個動機 動機是我們最主要的 令到她有一個動機 想和別人交流 很簡單的example 很兇範 例如玩什麼 可能她自己玩一個東西 我們就教她 你療人玩的話 令到整個遊戲突然好玩很多 可能是你跟她說 你看看車 我就馬上拿一堆車 給你和你一起玩 原來我和你展示一下 整件事好玩很多 我們就是強調這種動機 就是讓她感受 如果這樣的動作就會有什麼好處 或者可能有一個最典型的 就是她可能解決一件事 可能是開一個口 開的都開不了 我們就教她和別人說 幫我開 她一說這句 我立刻幫她開 她一天就會覺得 原來我開口和別人說話 這件事解決得更快更好 她們多數是不和別人說話 她們一開始 她們發了自發性的和別人說話 可能有些人會問她 她會回應你的 你撩她說話 她會和別人說話 但她會否主動走過來和別人說話 比較少 明白 但行為自由就可以訓練到 可以改善到 可以改善到 改善到她和別人相處 對 自發性的相處 即是給她一些益處 她覺得這樣做就有益處 即是令到她習慣 對 每天是這樣做 叫她每天回來 對 重複性都很重要 因為你想想 一天內可能只有半個小時才做這些事 其實你不會把這件事變成良好的習慣 其實是的 英文也是這樣 要多說一些 對 practice to make perfect 對 對 那有沒有一些實例說來聽 你說我的個案 對 對 我有一個 我剛才說的時候 很印象深刻的 因為她是我初入學做行為治療師 她是跟著我的 但其實她跟了我四年 所以我看她的轉變很大 她第一次來的時候 她的情況是連站也站不到 為什麼 她是很喜歡跌落地 又或者可能是她很多次自我刺激性的行為 她不停搖 不停站踢腳 所以我第一次跟她練習 站在地毯上 那時候說的是站一秒 一秒 差不多一防守 她不倒閉 那一下我立刻就稱讚 哇 這樣叫站也很好 到最後 可能是經過四五年的時間 她是可以游泳 她可以自己做三文治給自己做茶點 會懂得自己洗澡 所以你見到那個改變是很大的 但我講的是我們解決了 當然她也有預言 她也會跟你溝通 會跟你說 跟我玩什麼什麼 她最大的娛樂 她喜歡射信 吸引 她吸引之後告訴你 這東西是給你的 哇 她已經可以跟你溝通 對 她剛來的時候 她在我自我世界中 她只顧著搖頭 她只顧著拼手 什麼都不會理你的 所以這個轉變是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成就感很大 亦都很欣慰的一個個案 是 OK 那如果 假設 假設我現在當然沒有 是 如果我有小朋友 是 我可不可以自己 找些方法去 測試自己的小朋友 就是用那個 兩歲半的 OK 最簡單 你就說 十二月左右 她應該要關手指指 去告訴你 表達一些東西 例如想要一些東西 讓大家留意一下 對 手指指 對 手指指是好東西來的 眼神的接觸 眼神接觸就是你跟她說話 或者她想跟你表達一些 例如說一些義務過的東西 其實看你的眼神是很實在的 其實你會發覺很大分別 你眼神很實在 對 看你實在 對 因為真的很飄忽 可以看到 然後語言方面 你可以看 就是她會不會跟你有些發音 會不會說到一些詞語 還有 最重要是看她怎樣玩 我想說一些 有時候我見到一些小朋友說話 她真的發音是不準 其實是否都屬於有些少 自閉症的診斷 不只是說一個地方 要大圍體 所以你說如果她發音不正 但你要看看她會不會有些社交 會不會有眼神 如果都OK的話 未必是 可能別人讀國際學校 講的歪音 你不知道 就是生出來自己讀國際學校 對 可能是家裡的成長 對 但玩的東西都是家長在日常常常留意到的 看她怎樣玩好 我就是想告訴家長 對 怎樣玩呢 其實就是例如她玩 會有一些想像式的遊戲 例如玩Cooking Set 會煮飯仔 最簡單 我們經常玩 拿著模型會裝打架 有的 這些叫做想像力的遊戲 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很缺乏這些想像力的遊戲 他們拿著車 他們不會覺得車可以這樣走路 走馬路 他們就轉那個輪 他們看些細微的東西 他們就只轉開山的窗口 也會悶 還有你就要看看 會不會有些少少自我刺激性的行為 我講的自己的食證是 搖頭 搖頭 但不是搖一兩下 是令到生活上造成滋擾的程度 或者別人看起來覺得她很奇怪 但突然看到一個小朋友在搖 搖到沒有 不停地搖 你不會覺得只是頭 那除了搖還有什麼 有搖 有眼睛 眼睛很喜歡 我們叫做Eye Cornering 就是看斜線 很喜歡看直線 這樣可以掃 所以它不會用眼睛轉 因為它喜歡看直線那一刻 有些會說我喜歡用腳尖走路 有很多的層樽筆 有些很喜歡不停發出軌 兩歲多都應該是這樣 有些會 對 所以為何家長跟兩歲多 其實你不會測試多多技能 你不會跟他做測試 但你看他玩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些就是固執性行為 有些家長會跟我說 他不肯吃綠色的食物 很誇張 是試一點點都不行 逼他殺主人 不肯吃而已 那你不肯吃這個 我也不肯吃這個 有些就是衣服 或者對顏色很執著 只是要某一種顏色 就是藍色 有些就是不肯接受新的東西 例如你買一件新衣服 他不肯穿 如果你覺得對新衣服很困擾 或者為何會這樣 可能多加留意一下 對 那就一定要讚好我這條影片 你訂閱的記得按這個鈴鐺 按旁邊的鈴鐺 我有新電出 第一時間通知你